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关系 一大群跟浅滩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用起来沙滩浅滩 有的时候他用一大群 所以这意思差很多 那shoe string 是鞋带 shoe 是鞋子 string 就是绳子 或者线 鞋子的绳子 鞋子的线就是鞋带 鞋带 可是呢你看 他也可以当很少的钱不多 但到底多少钱不一定 因人而异 对有钱人来讲很少的钱可能也不少 对穷人很少的钱就很少 比如说有钱人他觉得很少钱 一万块很少 那穷人一万块很多 那每一个人定义不同 但是就是主观上觉得这个钱很少 你看鞋带跟很少的钱 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可是那外国人他想用鞋带 shoe string 他想用鞋带就鞋带 他想当做很少的钱他就用了 你看同样一个意思 就像这个一个人不同的个性 他现在一下子很乐观 一下子很悲观 一下子很高兴又很难过 所以这个刺的变化很大 像short很短的 或者很矮的 也可以说这个东西很短 也可以说这个很矮 无短身材都可以 可是他也可以是急躁无理的 急躁当然跟无理又不太一样 这个情绪啊 这个很急躁 急躁但是他不一定那么无理 无理他也不一定那么急躁 所以两个意思有点像 可是又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接近 就是我们这个人很急躁的 很无理的 很焦躁的 个性就比较急 比较急 大陆也喜欢讲 我跟你急啊 你跟我急啊 就是跟我那个 就是意见不合 口角 两个起口角 这个急躁 无理的 跟短的又不太一样 touch 我们就接触嘛 摸touch 轻轻摸一下touch 当然他有 有各种不同的意思 其中有个意思就是 技巧 尤其是指艺术方面的 那你讲其他 不是艺术技巧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字呢 他就用在某一方面 就比较多 好 所以那个小说家文学家 演讲家 他那个对字的了解啊 就比较深 他那个字就用得很糊 那一般就不行 一般可能说 可能就说 就接触 那那小说家呢 或者是那个文学家 他可能就用到技巧 他也不一定用到艺术 他用其他的 其他的技巧他用到 所以他们对字的了解就比较 比较深 所以那有一行叫做文字工作者 他对文字比较了解 那中国字学问也很大了 那中国字还有个东西呢 是外国没有的 什么东西叫缺笔 叫避讳 英文倒还没发现 至少我知道好像 比较没有这回事啊 所以英文就说他可能字 古英文 中古英文 近代英文 现代英文 他可能字不太一样 那是一个这个文明的过程 然后字有些意思会变 他有一个字 有一个东西比较没有 就是那个字啊 多一个字母少一个字母 像中国就有这个字 比如说皇帝 当然你说李世民他姓李 那大家没办法 那姓李还姓李 可是他可能避一个字 要么避那个是 世界的是 要么避那个名 所以那个很多 那个唐朝有很多名字 本来是带一个世界的是 就结果李世民当皇帝以后 那个是呢 他叫多一笔 少一笔 或者取另外的同音子 中国就有这种变化 那他本来是 他这个人这个很 也可以说很难搞 也可以说很坚强的他 他很坚定的他 他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但是呢 他另外一个是无赖 他无赖的跟这个tuff 也可以说这个事情很难搞 很难做 可是你不管是人很刚毅的 或者很难搞的 或事情这个很不好做的 可跟这无赖的又不一样 他也是无赖的 当然我们这个不要只是看中文 我们要看英文 中英对照 因为两个意思都不太一样 那甚至呢 多看几个字典 那每个字典 讲的又不太一样 当然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时间 没那么多精力 所以那个 我才会开这个视频 就把他那个 把这些字都集结起来 省掉大家研究英文的时间 所以我们讲英文呢 我讲英文就比较注重系统 比较有系统的 那也比较有效果 就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我们看看这几个字蛮有意思的 那它什么意思呢 show 它这个音是l 一般我们说表演show 就show 没有其他音 这show 后面带个l 在那个 舌头在口腔的后面 滑一下 show a large group 是一大群 但是说一大群人也可以 动物也可以 通常只有生命的一大群 但你说硬是要指没生命 也不能说不行 反正一大群 一大群什么东西 你说一大群树木 也不能说不行 也可以 一般主要是指一大群的人 动物 用法比较多 那比如说 show demonstrators is gathering at a square 一大群示威者 示威者是人 我们加S 很多人 gathering is gathering 正在用心来进行 正在集结在这广场上 square的意思也好多 这广场 你说平方 数学那个平方 比如说那个二乘二 也是square 或者开平方根 也可以说我们洁青 我不欠你钱了 结青了 复葬了 结青 square 也可以是正方形 也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名词 所以这个意思好复杂 就一大群人 那我们一般讲 a lot of people 或者many many demonstrators 但有时候我们换一下 这种老外写文章 他有时候不用a lot of 也不用many 这种简单 他不用a show of demonstrators 哇你就被考到了 那他知道对啊 就一大群啊 所以这种有时候碰到 可是我们就完蛋了 第一个这个show 本身就很少用 搞不清楚 第二个就算你知道 他是浅滩 可是他就不是啊 你就认为他是浅滩 一大堆浅滩上面的示威者 他不是 他是一大群 就像school 是学校 谁都知道 可是呢 他另外一个名词 就是一群鱼 他通常讲鱼 而且通常是讲比较大一点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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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群的鲸鱼 一大群的鲸鱼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学校的鲸鱼 那解释不通啊 所以意思会变 should of demonstrators gathering at a square 一大群抗议者正在广场集结 should 不太是浅滩 should string the film was made on a shoestring 这其实通常用 啊 就这部电影呢 小成本 小成本制作 一般电影打得动不动就是 美金几千万以上 这部可能只花了一两百万美金 花的比较小成本制作 所以好莱坞电影呢 这个堵住啊 有的时候呢 一般就是大成本嘛 就是卡斯强啊 然后场面大 通常卖做好 那小成本 他觉得哎 这没有什么明星嘛 没什么画面 可是有时候另外 有时候小成本赚大钱 有时候大成本亏死了 所以以前那个埃及艳后 以前是那个 那个时候是 到他那个为止是亏的最重的 什么理查伯顿啊 什么雷克哈里斯啊 什么 那个这个 爱奇艳后就是那个 那个女明星 伊丽莎白泰勒 大明星啊 场面又很大啊 还请问卖不好 卖不好 亏死了 有的那个小制作 就这个演员演得很好 剧本好 虽然没有花 没什么场面 赚很多钱 所以这部钱 这部电影只花了很少的钱 它就不再是携带了 钱不多 但到底多少钱 因人而异 这个电影 虽然花了很少的钱 可就花几百万美金啊 也不少 就是 这是一个相对的 比较的 short 它也是 impolite 没有礼貌的 impatient 没有耐心的 就这个人 很没耐心 很没礼貌 这一类的意思 short 很短的 所以我们讲 short temper my husband has a short temper my husband has a short temper 这个 没有耐心 很容易发脾气 那也可以用 a quick temper 就脾气来得很快 你说短的 他这个脾气很短的 他就是很急躁 动不动就是容易爆 quick也是要来得快 脾气来得很快 这两个意思差不多 你可以用my husband has a short temper 或者my wife has a quick temper 都一样 都差不多 然后你说那个个性呢 就是很难搞 我们可以用high manner 这个manner就是 他的态度很高的 high manner 或是high manners attach 不再是杰出了 它也可以是技巧 a special way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something 后面加一个点 就是 它是something的缩写 就是 就做一个事情 它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那当然 这个解释不够好 那有的 字典会解释的好一点 就是一种 特殊的表达的方式 那我们一般就是用 用在艺术上技巧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造个句子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s 我加S 因为中国有国画嘛 中国画就是简称国画 它有很多很多画嘛 它需要各种的一些技巧 那技巧也是各种的 加ES 所以Ch后面就是 通常不是加S加ES 所以有很多技巧 那有的人 我们就说翻成笔触 用在画画上面讲笔触 就是他那个画画的时候 他那个笔触需要很多技巧 所以他 他也有一点关系 你看接触 用笔在那个纸上画 他必须要接触 接触纸 接触的时候他需要 他的力量大小 画这个点 还有墨的颜色不同 他需要一些技巧 所以他慢慢演变出来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s need various touches 无赖的 rough or violent rough 就是很难搞的 这个很难 很难相处 还有这个violent 就是很冲动的 或者有点暴力的 就无赖 我们讲这个无赖汉 流氓啊 这些很难搞 无赖 碰到他就很麻烦 the gangsters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rough behaviors 这些一些帮派分子呢 Gangsters 我们还是加S S后面就加ARE 复述的动词 notorious 就是恶名糟糟的 famous 就是有名的 publish 就是欢迎的 受欢迎的 wakam也受欢迎的 那 因为他们的 一些无赖的 一些 一些不好的行为 一些的 无赖的 一些那个 不好的一些行为 恶名糟糟 那这边应该写 臭 恶名糟糟 这边写臭名糟糟 比较不好 应该讲臭名在外 或者恶名糟糟 the gangsters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rough behaviors 那下八个YouTube频道 所以这个一字多译呢 我们就应该四百多个字 都是一字多译 后面还有 所以我们再熟悉一下这一字多译 你看 show 一大群 a show of demonstrators is gathering at a square a show of demonstrators is gathering at a square 鞋带也是很少的钱 至于多少钱 一人而已 这是比较的主观上的判断 the film was made on a shoestring the film was made on a shoestring 你不能说这个 有些翻译软体就说 这部电影啊 这部影片啊 这个是 是由 一个鞋带 所拍摄的 所做的 那就是 笑话 short my husband has a short temper my husband has a quick temper 两个意思差不多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s need various touches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s need various touches 所以你要是学英文 能够用到那种绘画技巧 或唱歌技巧 以艺术类 或者你讲别的技巧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touch 你用到技巧 而不是接触 这个英文就学的算不错了 不只是道地了 就高级了 就是 因为很多老外他也不会 不会用这些 所以你不要说 我们讲到四百多个 但是老外都不知道啊 很多不知道啊 就认识一些老外 这个有时候我刚刚讲这个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认为说我用错了 那我请他查他字典 还不高兴 干嘛查 这就没有啊 那 那接下来过一段时间 他反而说啊 不好意思啊 我后来真的有空 不知道怎么搞 我就真的查了一下 咦 你讲的对 真的有这个 这没办法 所以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在研究英文 当你说我讲的 没有老外那么标准啊 没有老外那么溜啊 这是没错 可是我们程度 不一定比他差 不一定 当然他是母鱼者 他有优势 但是我们说 我们研究英文 有些地方我们不会输他 甚至赢他 但有些地方没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天天讲 如果说 叫我在美国住三个月 半年 那 那就很厉害了 因为语言就是要常用 所以你程度再好 你不常用 没办法 你说你没什么程度 你天天讲 那也讲得很溜 就这么回事 无赖的 Those gangsters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rough behaviors Those gangsters are notorious for their rough behaviors 这集讲到这里